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曲原唱网心灵所以依旧是当年的感觉之所以印象深刻就是回忆杀太多 因为你看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太紧张了 王苏龙的独唱《哎呀哎呀》 这首歌曲算是被完全改编了 从一首伤感柔情的歌曲改编成了一种喧嚣的摇滚撕裂歌曲 在这首歌曲中 王苏龙的演绎和之前掰兔的演绎完全是两种风格 王苏龙的是男性对于情歌的力量 掰兔则是从女性角度演绎容美情歌的力量 两种风格两种体验 王苏龙和王苏龙对唱的《老人与海》 这首歌曲里面 王苏龙和王苏龙在新的编曲框架下 更加凸显了两位歌手的音色 《爱的爱》 就像火灰的烈焰紫章 重新花终于盛开 就用你的期待 梦会醒来 再去收拾 再来点一个 被选择了的青春 便去害了我 别沉默下人 深夜睡不得 我不要再问 有心就让 清晨 有心就让 清晨 很多人对于王心灵的印象 都是甜 可能很少有人评价 王心灵是实力歌手 但有过山海舞台后 又有了第一期的三首歌曲的翻唱演绎 王心灵是可以把情歌对唱处理得恰到好处的 音乐作品上也会赋予更多王心灵式色彩 所以就有了王心灵汪苏龙版的老人与海 有着呐喊 有着无奈的情歌 王心灵在下半场主题上演绎了两首回忆杀歌曲 成为第一期出场率最高的女歌手 我们去新歌 马亚敏和胡彦斌对唱的《相思》 《相思》这首歌曲的意义宏大在哪里呢 相信不少90后都看过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做《西欧记后传》 就是那个鬼畜镜头很多的电视剧 虽然镜头很失败 但是电视剧的剧情还是不错的 从收视率上讲虽然抵不过《西欧记》本季 但是却超越了很多《西欧记》翻拍版 当时这部剧也属于家喻户晓 所以片尾曲《相思》就成为了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 这一次声声不息的舞台上歌曲做了少量的改编 而胡彦斌作为和声来融入歌曲 让这首歌曲听起来更有一番味道 和声部分的曲感是柔和带有浓烈情感的 比马敏独唱版本更为惊喜 孙楠和韩红对唱的《美丽的神话》 这首歌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 电视剧电影主题曲基本上人人都听过 这次的改编部分比较少 更多的是两位歌手的全新演绎方式 歌曲变得更加舒缓 孙楠的和声部分也更为细腻 在第二段副歌的地方依旧是情感的高度升华 韩红高抗的嗓音撑起了歌曲的主要情感 和孙楠再度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依旧不失当年韵味 这一期节目里面 个人对于舞台的感知 使对唱的舞台超越了独唱的舞台 对唱歌曲演绎的更为升华 在音乐的完整度上来说 填充了更多音乐元素 所以你们看完第二期主题 对哪几个舞台更喜欢呢 要说一点实际的 我怎么可能过去啊 说一些就是不现实的东西 这怎么达成呢 好了不管如何呢 我觉得在忙在外有好的舞台 然后受到大家的喜爱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台上所有表演者的 最好最好动力来源 他说要开 OK 今天有从哪里来的朋友们 大家除了南昌的朋友们 有没有从其他城市来的呀 有 让我们来看看 山东的朋友 醒亮在这儿嘛 嗨 嗨 还有包邮区 话是天后 贵州阿娇 布林军 啊 广西 嗨 嗨 天 洗碗天后爸 有这样的话 嗨 嗨 南昌 阿喜 后面来我们从杭州的 布林军 嗨 韩贵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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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 有人 有人 是这个漂亮老公叫我老婆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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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